第十一章接绑而来 短短两天的时间 刘老太君身患完疾危在旦夕的消息便已传遍白石镇各个街巷 也成为目前百姓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那求要绑前 已不似昨日那般人头攒动 只有熙熙落落时来个居民驻足为官而已 这些人一边东张西望 还会彼此交头接耳地说上几句 据是一脸好奇的神色 青色砖石累疚的墙壁上 原本贴着求要榜的地方空空如也 一尺剑方的宣纸早已不见 很显然 有人接下了柳家的求要榜 按照惯例 接榜之人便会拿着求要榜 前去刘府医治老太君 众所周知 刘老太君所患之病很是怪异 连明满千江城的薛神医都束手无策 这求要榜会是被哪位高人接掉的呢 难道这接榜之人自认医术比薛神医都要高超 白石镇中 这条消息很快不禁而走 迅速传开 好奇心中的百姓们 一时间都在互相打听探讨 究竟是何方高人出手所为 一时间种种玄奇说法出现 各个版本流传 众说纷纭 莫终一事 与白石镇中闹哄哄的气氛 截然不同的是 位于白石镇西北方的柳家府邸中 却是一片静谜 众多仆人都低着头 来回走动都点着脚 生怕发出一点声响 惹怒了正在发火的家主和大夫人 身为家主的柳向天 这几天一直心绪烦躁 此时正在训斥几名下人 耳边却听到门外传来管事柳中的声音 老爷 有人接绑 前来医治老太君了 听闻此言 柳向天 停止发怒训斥 挥手秉退了几名下人 来到房门外 他便看到身材瘦靴 头戴蓝色方巾帽的管家柳中 正拢着袖子乱腰素立在门槛前 原本柳向天满腔怒火 在听到有人接绑之后 心中燥热之气 才渐渐消散 服了服衣袖 便带着管家柳中 向前员大门走去 想看看那接绑之人究竟是谁 一路行来 柳中 小心翼翼的 跟在柳向天身后 一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模样 柳向天见到他这副表情 顿时眉头一皱 不悦地开口问道 柳中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老爷 那接绑之人 他 他怎么了 快说 见柳中 腰弯得更低了 神色有些怪异 柳向天心中 有声出些烦躁来 他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 柳向天 也是脚步一顿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心中暗暗揣测 连薛神医都束手无策 这个年轻人 又是何方神圣 竟敢接绑而来 见柳向天没有继续追问 柳中原本还想说些什么 嘴皮子动了动 最终还是将话咽了回去 在心中 他按刀念着 这柳家的家事 还是让家主自己做主好了 他一个吓人 实在不便多说什么 来到大门口 柳向天一眼就望见一道 寿薛奇长的背影 从背影来看 此人的确是未及若冠之年的少年人 这个少年 双手握着球要榜的宣纸 背负于身后 正微微汗手 望着脚下的石板地面 不知在想些什么 柳向天有些不悦 心中本能地对这道背影产生一丝厌恶 他在想 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 就算是姓林高手 又能高明到哪里去 难不成比薛神医还高明 柳向天是不大相信的 心中没来由的 就把这个少年当成是来匡骗诊惊的江湖骗子一流 少年人 是你接了我柳家的球要榜 柳向天 副手奥立在大门前 有黑深邃的双目 望着那道身影 不怒自威 恋气气修饰的威严 游然生出 闻言 那一直副手背对大门的少年人 缓缓转过身来 面色平静地望着柳向天 不见丝毫波澜 是你 柳向天瞬间双目瞪大 脸上很快便布满阴霾 隐隐有怒火闪动 是我少年人 自然是杜飞云无遗 面对即将爆发怒火的柳向天 他仍是一副 不鲜不淡的表情 与其云淡风轻 显然 柳向天的反应 丝毫不出他的预料 孽障 谁让你进我柳家的 赶紧给我滚开 这里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柳向天 怒目瞪着杜飞云 暗中使出炼气气修饰的威严 犹如狂风一般朝杜飞云涌去 他相信 以这个小子的实力和定力 定然会心生惧怕 然后仓皇逃走 起料 杜飞云没有任何反应 对柳向天的恶言而语和表情 也视而不见 自顾自的说道 若不是母亲苦苦相求 我救治老太君的怪病 你当我愿意来你柳家 医治老太君 柳向天 逆视着杜飞云 不懈的撇撇嘴道 就凭你 你以为你采了几年药 就成了郎中了 趁我没发火之前 你最好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 柳向天的话还未说完 便见杜飞云抬起头来 直视着他 嘴角挂着一抹莫名的笑意 似是调侃地说道 能不能治 一事便知 柳家主 您一直挡在这里 不让我去救治老太君 不知道是付不起 那百两黄金的枕金呢 还是怕我真的治好了老太君呢 你 柳向天 一时语色 被杜飞云的话 也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 到底是把持偌大家业的老狐狸 眉头一挑 便又换作一副威严的模样 怒目呵斥道 臭小子 你娘是教你这么跟长辈讲话的吗 我是你大舅 你这个混账东西 怎能这么跟我说话 杜飞云轻轻嗤笑一声 却是摇摇头不去理会柳向天的话语 转而接着说道 柳家主 既然我接绑而来 自然是有把握治好老太君的 所以 我想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 带我去看看老太君的病情 而不是在这里摆什么长辈威风 对吗 你说一致就一致 黄毛小儿 信口雌黄 真真是大言不惭 连薛神医都束手无策 你个混账小子 又算哪门子郎中 柳向天 自然不会被杜飞云三言两语说服 心中仍然不信杜飞云 有办法治好母亲的病 毕竟 他虽然一直比喻和唾弃这个小子 却也了解他的情况 知道他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才而已 唯一的可取之处 大概就是采摘草药稍微长些 呵呵 薛神医束手无策 我却未必不能医治 既然柳家主 你如此不信任我 那我们便打个赌如何 什么赌 柳向天的脸上 也勾起一谋若有所思的意味 初时见到杜飞云 他还以为这小子是捣乱的 心中很是烦躁 但是接触交谈这么久 他忽然发现 这小子似乎有些变化 而且言语之间 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不知哪里来的自信和底气 事已 他也有那么一点好奇 想看看这小子 到底有什么能耐 我若将老太君的病医治好 那百两黄金重赏自然归我 同时 你还需拿出两只百年老身 两只百年龄之来 那你若医不好呢 柳向天眉头一挑 眼中带着一摸挑衅 任凭柳家主处置 杜飞云回答得干脆利落 柳向天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带着审视的目光 在杜飞云身上 来来回回倒量许久 心中思绪翻腾 任凭处置 你确定 确定 生死不论 生死不论 见杜飞云回答得如此干脆利落 面色表情自始至终都胸有成竹 柳向天的心中越来越好奇 这个小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向木讷的他 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他在想 莫非这小子是看上了那千两银子的重赏 为求重金 不惜薄命 不过 不管是什么原因 既然这小子如此自信 能够医治好母亲 那便赌上一赌 反正母亲如今已病入膏荒 药食无医 好 赌了 第十二章 毕复林药 柳家的宅院极大 共有六重院落 柳老太君晚年 便一直住在最后一进院落 庆佑院中 以养天年 杜飞云跟随着柳向天 来到柳老太君的卧房外 管家柳中 为两人打开房门 随后便自觉地肃立在门外 杜飞云在柳向天的陪同下走进卧房内 俯一进入房中 迎面扑鼻而来的 便是一阵酸腐的恶臭之气 令人胸中憋闷 呼吸不畅 宽大的木床上 铺着绸缎颈被 灵沙杖被卷起 老太君正静静地躺在床上 杜飞云强忍着那难温的恶臭 来到床边轻轻掀开颈被 查看着柳老太君的病状 柳向天站在一旁 目光落在母亲的脸庞上 眼中神色黯然 柳老太君正处于昏迷中 双眼紧闭躺在床上 毫无知觉 她原本是很白净富泰的一个富人 此时脸庞上 却布满了鸡蛋大小的暗红色疙瘩 其中还有着浓液和淤血 甚至猙獰恐怖 杜飞云查看了一番 不单是脸庞 就连胳膊 大腿 手脚 都是一样的情况 查看到这里 杜飞云也无需再看下去 她能够想象得到 此时想必 老太君浑身都是这种浓包和血泡 见到老太君这般凄惨的模样 饶食杜飞云一向对柳家无甚好感 也不禁对老太君生出测瘾之心 心中有些沉重 查看完毕之后 杜飞云便将丝绸宝贝 为老太君盖上 两人离开卧房来到测试 柳相天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你有办法吗 杜飞云仍旧不答 却是开口问出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老太君发病的那一夜 都曾吃下什么食物 此言一出 屋内的温度瞬间下降 一股阴寒的气流 自柳相天皱身弥漫开来 他的表情也正在迅速变得冰寒 棍杖小子 难道你是想拿市井传言 来给我做答案吗 柳相天的声音很冷 很低沉 但是其中的杀气 却是不言而喻 被他强大气势所定住的杜飞云 尽管面上神色丝毫不改 内府之间却是一阵震荡 心神更是一阵摇曳 你误会了 我想问的是 老太君最近是否吃过毛浆 杜飞云毫不怀疑 如果不直接了当说出问题 只怕柳相天真的会暴怒之下 出手伤人 柳相天乃是堂堂练气气修士 比之杜飞云强大数十倍 仅是发出的威压 便足以令杜飞云窒息 未免遭受不测 他还是决定坦白直言 毛浆 听到杜飞云这般疑问 柳相天的气势又渐渐散去 旋即恢复如常 略微思索一番 便点点头答道 不仅是难一晚 最近一个月里 老太君都在服用毛浆煎脂 毛浆乃是药草的一种 煎脂服用 能够治疗牙齿脱落 出血等等病症 也有老太君这两年牙扣不好 牙齿也多有脱落 是以前些时日 柳相天特地命管家柳中 去千江城 买回这等药材 让刘老太君服用 恩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听到柳相天开口确认 杜飞云终于最终确认 刘老太君发病的原因 之前他一直都是推测 老太君的病因 自认猜测的是八九不离十 如今轻耳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更是笃定 怎么回事 难道那毛浆有 柳相天的眉头 瞬间竖起心中 产生一丝不好的想法 不过 杜飞云的话 却让他明白过来了 倒不是毛浆有问题 问题在于 那一晚老太君服用过 毛浆煎汁 而后又吃了 大夫人所做的牛肚汤 而毛浆与牛肉混合吃下去 是会产生剧烈火毒 迅速燃进心脉和肺脉 能在短时间内便要人命 所以 混账 文言 柳相天的脸瞬间变得漆黑 嘴唇也因为暴怒而不住抖动 愤怒之下一拳砸在桌面上 顿时将梨木圆桌给砸得四分五裂 显然 柳相天心中认定是大夫人情愿 故意毒害柳老太君 所以才会如此暴怒 不过 杜飞云的话 却是实的让他心中怒火消散 我想 这并不是大夫人故意为之 最多只是适逢其会 比较巧合罢了 毕竟 连薛神医都不知道这些 大夫人 更不可能懂得 听杜飞云这般一说 柳相天转念一想 很有道理 这才平息心中怒火 然而 他心中却又生出疑问来 既然连薛神医都不知道 你又怎会知道这些 杜飞云笑而不答 好似没听到柳相天的话 只把柳相天气得牙痒痒 奈何母亲的命 还需杜飞云救治 是以 他只好收敛怒火 转过身来望着杜飞云道 能医治吗 当然可以 不过我需要你去筹备一些药材 准备炉火和瓦罐 另外还有 我需要一件不被任何人打扰的近视 杜飞云怂怂间 再次重申一遍 记住 是不许任何人来打扰 包括你在内 见杜飞云这般表情和语气 柳相天 又是一阵眉心暴跳 脸庞越来越黑 杜飞云提笔刷刷刷地写下一副药方 柳相天 拿起药方看了一会儿 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表情有些难堪 杜飞云写下的药方上 罗列着二十余种药材 无意不是真心名贵之流 整张药方的药材 加起来价值超过千两白银 这也正是柳相天表情难堪的原因 虽然千两白银使柳相天肉痛 但是母亲的安慰更重要 是以他只好吩咐管家柳中 将这些药草尽数买来 一个时辰之后 柳相天一手拎着大包小包的药材 一手拎着药炉和瓦罐 带着杜飞云来到后花园中 假山下的一处密室 进入密室之中 柳相天将应应事物放下之后离去 杜飞云将金刚铸就的大门关上 随后将诸多药材放在石桌上 盘膝在地开始入丁修炼 之所以让柳相天置办诸多药材 是因为杜飞云准备再次炼制丹药 他要炼制一种叫做必复林药的丹药 这种丹药 是他在猎山药点之中翻找出来的 药效正好是治疗柳老太君这种病症的 猎山游记之中 记载着诸多奇闻易事 其中便有一则易事 情况如柳老太君这般 也是务实毛浆和牛肉 而或发病 惨不忍睹 在猎山游记中 批注着医治此怪病所需的丹药 以及炼制丹药所需的药材和手法 必复林药的强大功效 并不在于增强经脉体质 也不是增加原力修为 更不能让修饰提升实力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清除修饰体内的烈火之毒 况且 此药性温和 不单修饰可以服用 连普通人也可以服用 不予有害 是以炼制此药来医治老太君的病症 正是对症下药 杜菲云明白 他能够炼制丹药的消息 绝对不可以被外人知晓 而且他身上隐藏的秘密太多 如果一旦被人知晓 便会后患无穷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选择在深夜里前去接掉求药榜 目的便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让柳向天为他准备炉火和瓦罐 还有密室 也是为了让柳向天误以为他准备奸药 这一切 都是为了隐藏他的秘密 也是为保护自身的安危 如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他只要入定修炼一阵 待心神宁静之后 全力炼制出必复灵药来 便可救治刘老太君 届时 他便可以赢得与柳向天的赌注 不单拿到一千两百英的重赏 还有三分百年老生和灵芝 第十三章要到病厨 幽暗精密的密室内 盘膝在地的杜飞云缓缓睁开眼来 心念一动 胸口处的黑色小顶便疏地飞出 凌空全伏在他身前 九龙顶在他意念的操控之下 迅速变为一尺剑方 他右手仍捏着手势放在膝盖上 左手平摊伸出 紧贴九龙顶底部那一块玄奥的纹路 一丝圆力涌出 进入九龙顶内 所谓熟能生巧 用九龙顶练过一次丹药之后 他已经明白该如何操纵九龙顶 当然 他也仅仅只能操控九龙顶内的真火大小 九龙顶之中 定然还隐藏着更为玄奇的奥妙 却不是他现在能够弄懂的 一丝微弱的原力 顺着九龙顶底部的玄奥纹路涌入 很快就勾动九龙顶存储的海量原力 渐渐在顶内形成原力真火 喷布而出 使得顶内的温度迅速攀升 半刻钟已过 顶内温度已是极高 杜飞云便伸出右手 闪电般的抓过身旁摆放整齐的药材 按照单方之中的记载 按顺序一一放入顶中 七咸草三前 罗凤果四前 茯林两前 七四花一前 萧石粉一前 莫杀一前 早已将单方铭记于心的杜飞云 一边没送着所需的材料 一边将其一一放入顶中 左手仍然纹丝不动地贴着九龙顶 操纵着九龙顶内的原力真火 不同于初次炼制单药时的忐忑 有过经验的杜飞云再次炼药时 心中也宁静停温许多 手上的动作也是有条不紊 有黑的单顶之中 生腾着吃热却不焦躁的气息 药草粉末与消失和末砂粉混合在一起 在原力真火的包裹与制烤下 发出一丝丝酸腐的味道 熏得杜飞云眉头直皱 炼制单药的过程中 容不得丝毫分心与偏差 是以即便那含着南温味道的鸟鸟青烟 在面前生疼 他也只能强忍着 丝毫不敢一手眼鼻 更黄论是躲避 他屏住呼吸 耐着杏子将所有的材料 一一放入药顶内 连忙将顶盖合上 这才终于松一口气 由此经历 他才知晓 炼制单药过程中 并非都是伴随着清新药香的 也会有各种次比南温的味道 而且 药典之中记载的诸多单方的材料 一个比一个古怪 想必以后炼单中此类经历 一定会越来越多 想到这里 杜飞云不禁在心中暗道 这炼制单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同样会有许多难处和艰辛 他继续保持原力输出 使顶内的原力真火 将诸多药材炙烤融化 渐渐的凝结在一起 产生许多微妙的反应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他体内的原力渐渐告庆 毫不迟疑的 有过这种经历的杜飞云 再次如同上次一般 一边炼药 一边入定修炼 按道理上来说 这种一心二用的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即便是实力在如何强大的修饰 也不敢这样做 然而 杜飞云却完全不同 他不单能够保持空灵状态 进行修炼 还能够一边输出原力操纵药顶内的原力真火 第一次炼药时 这般一心二用 而没有任何危险 只能说他的运气够好 第二次炼药时 仍然能够一心二用 而不堕入邪魔 这或许与他两世为人 从而心神坚毅 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 昏暗的密室内 杜飞云缓缓缓从入定之中清醒过来 面带笑意地收回贴在药顶底部的左手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这必复灵药总算是炼制成功了 他揭开九龙顶的顶盖 便有一股酸涩的气味 一散开来 充斥着整个密室 他心神一动 那九龙顶内便飞出一颗黑色的丹药来 轻飘飘地落入他的掌心 汇聚二十余种药材的必复灵药 最终凝结成丹丸时 只有残斗大小 通体黑亮 带着一丝灼热的温度 飘散着酸涩的气味 双手捧着必复灵药 杜飞云细细观察着 这必复灵药的色泽 单纹 还有通透程度 鉴别了片刻 最终得出结论 这颗刚链制出来的丹药 乃是一颗二品丹药 第一次使用九龙顶炼制丹药时 炼制出来的脱胎换骨丹 还是一颗三品丹药 如今第二次炼制丹药 却炼出来一颗二品丹药 杜飞云心中也有些小小的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 炼丹不单失败率极高 而且寻常炼药师 很难炼制出高品质丹药来 大多都是一些一品和二品的丹药 如此一来 他的心中才略微宽微一些 九龙顶在杜飞云的意念操纵下 再次变回图案贴在胸口 他拿过事先准备好的木盒 将弹药放入其中 随后 起身离开了密室 柳向天一直在后花园甲山外 焦急地等候 见杜飞云走出来 便便带急切地迎上开口询问 要煎好了没 自然是好了 杜飞云的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随后迈步向着刘老太君的卧房行去 那你煎的要在哪 柳向天发现杜飞云 没有拿着瓦罐 或者此碗出来 脸色顿时变黑 以为杜飞云在耍他 起料 杜飞云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继续朝前走着 强忍着一枪怒火的柳向天 跟着杜飞云来到老太君的卧房门外 便见杜飞云当先跨入门槛 转过身来 面色平静地将房门关上 自然 也将柳向天 关在了门外 柳向天又是一阵眉心暴跳 心中暗道 这小兔崽子肯定是故意欺他的 若飞是顾忌母亲的病情 他现在就想把那个小兔崽子 吊起来抽一顿 房内 杜飞云来到床榻前 拿起桌上的一碗莲子汤 将毕妇灵药取出 放入其中 用汤勺搅拌一番之后 才将丹药融化 随后 他便将融化了毕妇灵药的莲子汤 给老太君一点点的喂下去 将此碗放回桌上 杜飞云便坐在床边 观察着老太君的反应 时间静静流逝 一刻钟 半个时辰 老太君的脸庞与手臂上 原本布满指头大小的血泡和浓包 在这段时间里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渐渐淡化 变小 见到毕妇灵药 真的起了效用 杜飞云也是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心中轻松许多 一个时辰过去 原本一直双眼紧闭 气息微弱的老太君 轻轻咳嗽一声 而后 便无力地睁开双眼 清醒过来 他茫然地打量四周片刻 紧接着便看到杜飞云的脸庞 双眼惺忪的老太君 愕然了片刻 随后脸上便献出浓浓的适毒之情 略带惊喜地道 飞云 真的是飞云吗 我可怜的孙儿 外婆终于能看到你了 实在是太好了 可怜的孩子 是外婆不好 这么多年 让你和你娘受苦了 老太君腹一醒来 还未查看自己的病情 便满脸惊喜地拉着杜飞云的双手 一边自责的同时 眼中还泛出两行泪水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听到响动的柳向天 面色欣喜地走了进来 见到母亲醒来 且病情有所好转 望向杜飞云的眼神 也带着一丝感激 这时 杜飞云站起身来 便要转身离开 路过柳向天身边时 还不忘对他说道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希望柳家主能够遵守赌约 将前两白银 和三份老身和灵芝 送到我家中 岩壁 杜飞云附着双手出门而去 房内 柳向天望着他的背影 若有所思 老泪纵横的老太君 还在呼唤着杜飞云的名字 第十四章 足笔大会 三日时间 眨眼即逝 一向宁静祥和的白石镇 再次热闹了起来 柳家府内 传出的一条条小道消息 再次及大地满足了 白石镇百姓的八卦之心 先是秦家二少爷失踪 后有柳家老太君病危 接着便是 有神秘高人 接了柳家的求要榜 如今又传出消息 老太君的病 在三日内神奇般的渐渐痊愈 听到这些消息 一时间 坊间巷里 议论纷纷 人人都在揣测着 那接掉求要榜的 究竟是何方高人 延千江城中 被誉为姓林圣守的薛神医 都对老太君的病情 束手无策 这个神秘高人 竟然在短短三天内 便将刘老太君的怪病治愈 可想而知 其手段是多么神奇 称之为妙手回春 也丝毫不为过 对于外面正传播的 如火如荼的小道消息 杜飞云自然是充耳不闻 回到家中之后 便一直在埋头苦修 提升实力 那天 三番两次 被柳向天 以气势压制 他才明白 炼体七修士 与炼体七修士之间的差距 是和其巨大 是以心中对实力的渴望 愈加强烈 三天时间里 除了吃饭与上茅测之外 他一直都在疯狂修炼 几乎未曾踏出小院 现在已是深夜 吃过晚饭之后 杜飞云并未马上修炼 而是躺在床上 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今天晚饭时分 大病出狱的刘老太君 带着丫鬟亲自来到杜家 将一千两酬精 和三分百年老身 以及福林 送到杜飞云手中 刘老太君 许多年不曾到杜家来 这次前来探访 自然有些出人意料 当然 杜氏再见到刘老太君 亲自前来 也是心虚激动 泪流满面 母女两人相拥而泣 彼此诉说着心中苦楚 聊了许久 众人聊天之时 谈话间 刘老太君问及杜飞云 为何会拥有 如此高超的医术 连薛神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症 他竟然能够要到病除 杜飞云还未作答 杜氏便满脸欣慰与骄傲的 将杜飞云拜得高人为师 习得一身精湛武技 和医术的事情 告诉了老太君 一直以来 儿子都背负着庸才的名声 如今杜飞云变化颇大 杜氏自然与有荣烟 是已才会骄傲地 对自己母亲说出这些 杜飞云原本不欲暴露 自己的底细和实力 奈何又无法阻止母亲 只能摇头苦笑 他虽然无奈 却无法苛责母亲什么 毕竟这是人之常情 一来母亲是替自己骄傲 而来在母亲杜氏心中 外婆也不是外人 这些话也不是不能说 得知杜飞云有此其余之后 刘老太君顿时大为惊喜 很是夸赞杜飞云一番 紧接着 刘老太君便道明了自己的来意 提出让杜飞云母子二人 回到柳家 不过 当时杜飞云被婉言谢绝了 当初柳家将他们母子逐出门户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双方心中早已生出嫌隙 即便刘老太君 违背刘老爷子的一命 私自做主 让他们回到柳家 杜飞云也不可能答应的 见杜飞云坚持不肯答应 刘老太君情绪有些低落 拳击又推而求其次 提出另外一个要求 那就是请求杜飞云参加白石镇 十年一度的三大家族之间的 足笔大会 这足笔大会 乃是白石镇三大家族之间 共同协商敲定的一个笔试大会 每十年进行一次 由各个家族的年轻后辈参加笔试 目的便是激励 各个家族之中立后辈 勤苦修炼 原本杜飞云不欲再帮柳家做任何事 自然是拒绝刘老太君的请求 奈何刘老太君苦苦相求 且声明这次足笔大会 关乎柳家存亡兴衰 母亲杜氏也在一旁劝解 杜飞云只好表示再考虑一下 随后 刘老太君便将此次足笔大会的情况 向杜飞云威威道来 白石镇旁的白石河中 鱼虾肥美 水产众多 乃是三大家族争抢的肥肉 是以三大家族协商 每十年足笔大会时 以胜负结果来决定白石河的控制权 过去十年里白石河是由柳家所控制 今年又到了控制权轮换的时候 而柳家目前后辈中人丁不足 只有一个男丁 便是柳向天的儿子柳恒 而且这个柳恒生性顽劣 不思修炼 实力低微 其余的四个后辈都是女流之辈 也都是实力平平 无奈之下 刘老太君只好扬求杜飞云代表柳家出战 祖笔大会既然是激励三大家族后辈勤苦修炼的 那么自然少不了贵重的彩头 用来奖励获胜者 而且 三大家族商定 作为彩头的宝物 最低也要价值两千两 如此分量的宝物 以三大家族的财力 既不会伤筋动骨 却也不会轻松 还需花费一番心思 今年的祖笔大会 秦家拿出一本 名为猎肥掌的武技 乃是炼体七修饰梦寐以求的修炼功法 秦家拿出的宝物 乃是一把名为秋水的宝剑 而白家拿出的宝物 则是一株百年份的名为九叶子莲的天才地宝 听到前两样宝物时 杜飞云还不曾动心 当他听到九叶子莲时 确实赫然动容 面色平静的他 装出陈吟权衡的模样 片刻之后 才在老太君期待的目光之中 点头答应 如果参加祖笔大会有凶险 或者没有好处 他都不会答应刘老太君 没有好处或者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他绝对不会帮柳家出力 他之所以答应刘老太君的请求 主要是因为垂涎足笔大会的奖励 那就是白家拿出的彩头九叶子莲 自从得到猎山药点那一天起 杜飞云就一直在翻找查看其中的单方 一是为了寻找自己现阶段 适合炼制服用的丹药 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能够治疗母亲重病的良药 一直以来 杜飞云的愿望只有两个 其一是努力挣钱 让母亲和姐姐过上丰衣足时的好日子 其二就是将母亲的怪病治好 不再让她受病魔折磨 当然 得到九龙顶之后 她的愿望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踏上长生之路 母亲的病很乖意 这么多年也无法查清楚病因 诸多郎中看过之后 得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 那就是母亲天生体寒 阴气过重 因为体内寒气过重 度室的身体十分虚弱 胃寒怕冷 天气稍有变化 就疼痛难忍 浑身冰凉 如坠冰窖 杜飞云在猎山药点之中 翻找许久 看到过很多种治疗体内阴气机遇 或是被阴毒支气入体之后 适合服用的丹药 不过其中大多数都是先天气境界以上修饰服用的 他暂时无法炼制 而且度室也无法服用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整整一个月时间 杜飞云几乎将猎山药点全部翻遍 最终找出一种勉强能够炼制和服用的丹药 这种丹药名为赤云丹 属阳性 药力刚进纯阳却不失绵柔 能够化解体内机遇的阴寒之气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种丹药他也能够勉强炼制 度室也能够服用 只不过 丹药中列出的材料却十分罕见难寻 这种丹药未必能够将度室的怪病治愈 但是却能够有效地化解他体内机遇的阴寒之气 暂时缓解病情 减轻痛楚 自从找到这赤云丹的丹药之后 杜飞云一直记在心中 将所需材料药草和炼制手法都磨记于心 而白家这次拿出的彩头九叶子联 正好就是炼制赤云丹所需的三十六种药材之一 正是因为如此 杜飞云才会在听到九叶子联时 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足笔大会 他不但要参加足笔大会 而且必须要想尽办法获胜 对那九叶子联更是势在必得 第十五章 生丹之法 只不过 以他现在区区炼体七六层的实力 尚不足以取得足笔大会的胜利 秦家与白家两大家族年轻后辈的实力 大多都不俗 且还冒出一两个天才般的少年 所以 他还需要尽快将少阳丹炼制出来 服用少阳丹之后提升实力 将来才能在足笔大会中取胜 得到九叶子联 心中将诸事屡顺 打定主意之后 杜飞云抛开心中杂念 盘膝端坐于木床上 开始入定静心 一刻钟之后 杜飞云终于进入空灵状态 心中诸多杂念 统统驱除 这才睁开双眼 心念一动 胸口处的九龙顶自动飞出 悬浮在他身前 迅速变作一尺大小 炼制少阳丹的一切材料 他早已准备齐全 今晚留老太君送来的百年老生和福林 方才他也将之洗净切碎 做成材料 左手平伸而出 紧紧贴住九龙顶底部 一丝微弱原力 自左臂输送而出 九龙顶内存储的原力被引动 渐渐凝聚成原力真火 在杜飞云的操纵之下 九龙顶内温度迅速上升 很快便达到炼制丹药需要的程度 杜飞云的右手 闪电般伸出 五指齐章 准确地将摆放整齐的一小堆材料 摄入手中 放进九龙顶内 心中没送着炼制少阳丹所需的材料 杜飞云的右手带起刀刀残影 飞速地将材料一一放入顶内 先后顺序丝毫不差 炼丹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 容不得丝毫插持与疏忽 是以杜飞云一直都谨慎对待 十八种材料全部放入顶中 将顶盖合上 它继续保持原力输出 控制顶内的原力真火 一刻钟渐渐过去 原力真火早已将顶内的十几种药材 和丹沙融化 心神感应着顶内的情况 杜飞云的神色渐去凝重 因为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因为接下来 它即将尝试人极丹药常用的炼制手法之一 那就是生丹之法 丹药以品质 划分为一至九品 以等级可分为 人极 灵极 玄极 魂极 四个等级 脱胎换骨丹和少阳丹 都属于人极丹药 不过少阳丹更加高级 炼制起来也更繁琐艰难 所谓生丹之法 便是在药材融化之后 以原力真火的变换 将药材之中的精粹最大程度地提取出凝聚 从而提升丹药品质和药效 脑海里不断没送着生丹之法的操作方法和秘诀 杜飞云的心神全部沉浸于九龙顶之中 额头渐渐显出汗珠来 顶内 一道游龙般的原力真火 在他的原力操纵下上下翻腾 将溶解成粉末灰烬的药材搅散 又将其血果揉合 操纵着原力真火 血果药材翻滚跳动的同时 他还需控制真火的幅度大小 来回变换 时升时降 这是极其耗费心力的 没有强大的心神修为 根本无法做到这般细致入微 只有达到先天期境界的修饰 才能顺畅地使用圣丹之法 杜飞云虽然修为低微 但是心神却无比强大 堪比先天期修饰 事宜也能够勉强做到 他的心神高度集中 几乎忘记了一切 全部沉浸于顶内 此时此刻 他的脑海里 只有那翻滚跳跃的原力真火 每一刻每一秒 他都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努力 心神消耗过去 也使得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短短的一刻钟 却好似一年那么漫长 当圣丹之法的36道真火上阳之术 全部用出之后 这圣丹之术总算完成 杜飞云暗暗松一口气 却不敢分心抹去额头的汗珠 继续保持原力输出 使原力真火处于平稳的状态 只要继续维持 一刻钟的时间 那么 这少阳丹就即将炼制成功了 想到这里 杜飞云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心中也产生一丝期待 然而 就在这时 顶钟却是现出一样 那原力真火 竟然在渐渐变得微弱 温度也在渐渐下降 此时 炼制丹药最需要的 就是平稳而强烈的原力真火 如果任由真火微弱下去 那么这少阳丹就必定损毁 他辛辛苦苦 费尽心力 终于搜集到足够的材料 开始炼制少阳丹 如今九龙顶内 却生出一变 眼看即将功亏一溃 杜飞云的心 舒得提到了嗓子眼 原力真火 渐渐微弱 很显然 便是因为九龙顶内存储的原力即将告庆 杜飞云瞬间便想明白其中道理 心中不由按道一声坏事 九龙顶本身会自动吸收天地灵气 凝聚为原力 存储在顶中 但是经过他使用几次之后 存储的原力 自然会枯竭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赶在他正炼制少阳丹的时候原力枯竭 实在是太凑巧了 这一炉少阳丹耗费他诸多心血和精力 更是他提升实力参加足笔大会的保障 如果此次炼丹失败 那他的损失就太大了 几乎无需犹豫 在察觉到原力真火 渐趋微弱之时 杜飞云毫不犹豫地加大原力输出 以期能够增强原力真火 万幸的是 原力真火只是渐渐微弱 而不是一下子消散 否则 他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尽管他的原力很微弱 对真火的增幅并不大 但是他却不要命一般全力输送原力 那顶内渐渐变得稀薄的原力真火 也终于更加凝实 温度也再度回升 坚持 一定要坚持住 杜飞云在心中对自己大吼着 无论如何都不要泄气灰心 尽管杜飞云全力输送着体内的原力 奈何他的原力太孱弱 对真火的影响并不大 是以顶内的原力真火 仍然在继续缩小 杜飞云双眼中满是焦急 额头清静隐隐跳动 体内的原力在迅速输出 渐渐便感到疲惫和虚弱 顶内 原本一尺余长的 如游龙般的原力真火 仍然在缩小 变得稀薄 时间 此刻对于他来说 如同煎熬 短短一刻钟 却好似一年那么久 就在这短短一刻钟时间里 他已经耗尽了体内的原力 丹田中 涓堤不存 身体更是虚弱无比 好在 幸运的是 尽管原力真火 越来越微弱 丹药却还是在最终那一刹那 凝聚成功 当他感应到 顶内的少阳丹 终于凝聚成功时 苍白的脸上 顿时露出一丝欣慰的喜悦 而后便再也撑不住 如同虚拖的身体 身躯一软 便倒了下去 杜飞云身躯 绵软无力地躺在床上 一手攥着温热的少阳丹 闭着双眼 微微喘气 尽管身心疲惫不堪 脸上却是露出一丝笑意 没有了原力存储的九龙顶 无力地自空中掉落在床上 杜飞云也不去理会 尽快恢复着体力 两久 酸软无力的窗壁 终于有了一丝气力 杜飞云便撑着身子 盘膝坐在床上 双手在胸前划过 竖刀特殊手势 而后叠放在丹田处 右手一伸 将仍旧温热 散发着苦涩气息的少阳丹 送入口中 这便要服用少阳丹 丹药腐移入口 一股苦涩的滋味 迅疾在口齿之间弥漫 瞬间将它的五辅 灼烤的炽热 一股澎湃浩荡的药力 瞬间迸发 如同洪流一般 在经脉之中 横冲直撞 周身灼热 三万六千个毛孔 好似喷出火焰 杜飞云的脸色 瞬间变作赤红 额头顿时便有大颗汗珠庆出 如针刺一般的灼痛 自内斧间传出 杜飞云的脸庞上 轻轻暴跳 浑身肌肉 顿时绷紧 钢牙锦耳强撑着 不叫出声 他的经脉 虽近脱胎换骨丹改造纯练过 在少阳丹 那磅礴无匹的药力之下 却仍旧 如纸糊般脆弱 中虎一般撕开他那窄细的经脉 朝着周天十二大主脉奔去